涂抹乳白色 均匀地涂抹整个假面 照灯 重复涂抹乳白色 增加颜色的饱和度 照灯 增加均匀地涂抹粘状胶 把贝壳片粘到指甲的后圆 在前缘也可以粘一两颗装饰一下 中间可以粘取少量的很细很碎的贝壳片 但是千万不要多 照灯 整甲均匀地抓上棉洗磨砂封层 照灯 用海绵措泡一下甲面 使甲面更加平整一些 清洁一下甲面 整个甲面用清水 然后打湿 这时候可以加进我们的孕染液 会有一个自动散开的一个效果 贝壳片的上方 它会有一个层叠的效果 在甲片的前缘加上紫色的韵染液 我们用另外一个笔 粘取酒精 酒精滴进去的时候 它会形成一个散开的一个效果 刚刚才水的效果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整体的效果也像是 水滴在纸上的那种水韵开的效果 这时候可以在颜色浅的地方 稍微再加深一下 在紫色和蓝色的衔接处 再用酒精稍微的擦一下 让它两个颜色更好地晕在一起 想要水滴的效果明显的话 可以再加一些酒精 加酒精的时候少量多次的添加 不要让酒精散开的太快 在浅色的地方也可以使用这个方法哦 用冷液无需照灯 只需要等它风干就可以了 用粘装胶粘上方形的大理石片 把装饰的项链贴上 贴上半圆形的金珠 照灯 在大理石片上再涂抹一层薄薄的粘转胶 用最小号的金属某钉装饰一下 用光疗胶胶 用光疗胶封柱装饰品 金属的颜色不容易掉 整夹均匀地刷上棉洗封层 就晚上啦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